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的蝴蝶微微震翅 两周后可能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而在贸易领域 当上半年全球各地的蝴蝶同时震翅 身处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外贸商们 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震动 从业界20年 身处衣物的服装行业贸易商陈倩 从未经历过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上半年 在前五个月里 该公司的出口货物量同比下降了至少50% 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 部分海外公司客户即便已经支付了定金 且货物已生产完毕 仍选择以损失定金为代价撕毁合同 以往当某个区域短期内出现冲突或汇率起伏时 陈倩和同行们都会主动调整市场中心 但今年她的感受是 中东地区的政治冲突 非洲多国汇率的剧烈起伏 南美多国的动乱 以及海域费的快速上涨等因素叠加 导致企业面临产品需求的全面紧缩 近一个月 金河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在预测全球贸易时 都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地区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 列为全球贸易面临的主要风险 并警告称 目前各国政府应该将重点放在国家安全 自力更生和支持国内企业上 面向欧美市场的传统贸易商们 也在感慨外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今年上半年 从事高端卫育产品出口的 广东美杰集团总裁罗小华 奔走在欧美和澳大利亚市场 少部分客户给他的反馈式需求量 能与去年持平就很不错 大部分则都调低了今年的预期需求量 一些出口型工业城市已传递出信号 今年一季度 佛山出口同比下降40.4% 其中家具机器零件 陶瓷产品 服装 以及灯具 照明装置 机器零件四大行业的出口 均同比下滑超50% 前4月 东莞出口同比下降3.7% 其中4月单月出口 同比下降8.9% 新兴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 去年10月至今 短短半年时间 陈县就经历了从商品报单 到需求量急速下滑的市场波动 最近几个月 陈县和同行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客户在已经支付定金 并且货物生产完成之际 就因运费飙升 运输周期延长 或所在国市场突发变化等原因 选择毁约 客户损失了定金 而贸易商则不得不面临货物囤积的困境 目前 陈县的工厂内囤积了价值几百万元的货物 随着同类事件的多次发生 包括陈县在内 不得不面对一些海外客户不敢轻易下订单 外贸商们不敢轻易接订单的局面 他说 今年前两月 订单量相比去年勉强持平 但三月至五月 订单量下滑严重 上游位于佛山的制造业工厂也反馈 近几个月的产能情况很不乐观 因公司产品的40%依赖出口 广西新贵轮橡胶有限公司外贸经理王婷婷 也感慨看不懂今年的市场走势 一方面 很多海外新兴市场的客户向他反馈 当地需求不景气 消费者手里没钱 所以市场没能实现预想中的恢复 另一方面 海域费上涨 轮胎产品在多国面临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以及部分区域汇率快速起伏等不确定事件 也在半年内密集发生 他说 以前做外贸还能大致预测近半年的市场走势 但现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各种状况 难以预测 现在不是公司主动挑选出口市场 而是得看哪些市场还能做出口 出口竞争也日益加剧 在出口中高端轮胎产品的过程中 王婷婷的公司今年就遭遇了国内一些生产厂家持续压价的情况 最终导致国内出口轮胎产品的价格螺旋式下降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企业当前只能更多的必用广西的地理位置优势 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 即使需求萎缩 内卷加剧以及海运费上涨 外贸公司产能的运转与出口也不能轻易停下来 王婷婷表示 市场行情短期内不好 按理应该放缓生产节奏 但厂房要交租金 工厂也不能轻易给工人放假 再加上原材料的资金库存压力 种种压力都在倒逼企业要保证一定的产销量 除此之外 今年以来 轮胎原材料成本上涨 也给轮胎制造企业带来了新问题 王婷婷说 在成本上升过程中 企业很难通过生产率的增长 或技术突破来应对 所以企业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同时尽量与老客户保持友好关系 欧美客户深受通胀影响 在上半年走访欧美 以及澳大利亚市场的过程中 罗小华最直观的感受是 普通消费者受通货膨胀影响 购买力明显下滑 这导致市场蛋糕 相比去年缩小了很多 供货商为了不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 在价格上内卷严重 2019年以前 罗小华选择舍弃中低端 走高端化的发展路线 为此投资了近三亿元 开建新的卫浴产品研发生产项目 同时又购买了一家电镀工厂 以提升卫浴产品的工艺制造水平 目前公司产品已实现完全自主加工 他说近几年 许多佛山 东莞的卫浴产品制造企业 纷纷选择走高端化路线 主要是为了稳定订单量 选择迎合欧美客户对高品质的需求 相比之下 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订单需求 相对就没那么优质了 2022年至2023年 罗小华的公司凭借新增产能 获得了欧美多家大型加装建材超市的新订单 工厂几乎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但今年订单量也开始下滑 走访中 罗小华了解到 因为持续的通货膨胀 欧美的中产阶级在购房租房 以及装修房子的各项成本增加了不少 预算紧张了 高端位于产品需求也就出现了下滑 罗小华表示 目前看来只有等到通货膨胀降低到一定程度 高端位于产品需求才会逐渐上升 但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转折点何时到来 这些因素不是我们贸易商所能决定的 只能折服着等待市场需求重启 罗小华很怀念五六年前外贸企业的黄金时代 他说 2019年之前 根本就不会预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事件 那时同行们对外贸都充满期待 企业有预期就敢去投资扩产 海外订单也基本不用发愁 即使当下充满不确定性 陈倩依旧没有躺平 他说 虽然同行们在感慨传统产品贸易的黄金时代已过 但外贸人依旧在积极地抓住一切潜在的机遇 没有订单时忙着开发新订单 有订单时就忙着完成订单 这就是外贸人的宿命 永远不能停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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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